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岸索塔高 113.6米 塔顶至峡谷谷底 高差达650米 桥面距谷底560米 相当于二把层楼高 是世界首座跨度达900米以上的山区特大选择桥 堪称天路上的天桥 因为四渡河大桥 峡谷太深 而且两岸都是悬崖绝壁 所以在建桥时无法将驾桥的先导锁抛到对岸 传统的先导锁抛送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人力 另一种是飞机 其实在建设大桥时 这两种方案都考虑过 但由于距离远加上导锁状 人工托送的方式很不现实 并且飞机用输也没有直升机升降台 峡谷的风速又快 非常不安全 于是设计师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即动用两枚火箭成功的将先导锁发射到了对岸 而这个奇想 后来成为了世界桥梁建筑史上 应用军工火箭成功解决施工难题的首例 虽然四度和大桥的世界第一大桥的称号 被之后的北盘将大桥给取代了 但它依旧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其他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和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